老殘游记第九回 这是汇金为Librova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brova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花莲 台湾2008年2月 老殘游记刘厄所著第九回 一刻银尸副手面壁 三人品名促膝谈心 话说生子瓶正在凝丝 此女子举止大方 不类乡人 况其父在何处退职 郑玉杰问 只见外面莲子洞畜 中年汉子已端进一盘饭来 那女子道 就搁在这西屋炕桌上吧 这西屋靠南窗 原是一个砖器的暖炕 靠窗设了一个长炕机 两头两个短炕机 当中一个正方炕桌 桌子三面好做人的 西面墙上是个大圆跃动窗子 正中削了一块玻璃 窗前设了一张书案 中堂虽未隔断 却是一个大落地罩 那汉子已将饭食列在炕桌之上 却只是一盘馒头 一壶酒 一罐小米稀饭 道友四摇小菜 无非三叔野菜之类 并无荤心 女子道 先生请用饭 我稍停就来 说着 便向东房里去了 子平本来颇觉饥寒 于是上炕 先饮了两杯酒 随后吃了几个馒头 虽是蔬菜 却清香满口 比荤菜更为适用 吃过馒头 喝了稀饭 那汉子摇了一盆水来 洗过脸 立起身来 在房内排回排回 舒展肢体 抬头看见北墙上挂着四副大瓶 草书写得龙飞凤舞 出色惊人 下面却是双款 上写着 西风柱 史正飞 下写着 黄龙子成稿 草字虽不能诠释 也可识得八九 仔细看去 原来是六首七绝诗 非佛 非仙 主绝起来 倒也有些异味 既不是寂灭虚无 又不是千拱龙虎 看那跃动窗下 书案上有现成的纸笔 所以把几首诗抄下来 预备带回衙门去 当新闻纸看 你倒是怎样个诗 请看 诗曰 成败瑶池九品莲 西宜授我指原篇 光阴荏染真容易 回首苍伤五百年 紫阳蜀和翠须银 传想空三 霹零 霹零 刹那卫除人我相 天花年满护身云 晴天玉海 逐风坡 渺渺无边 是爱河 影作园中 功德水 一起兜种 曼陀螺 石破天津 一鹤飞 黑漫漫夜 五更雷 自从山树空伤后 不见人间有是非 野马尘埃 昼夜辞 五重百会 互相催 偷来旧岭 涅槃乐 换取胡宫杜德基 菩提夜老 法华星 南北同传 一点灯 五百天同 奇德乳 香花供奉小夫人 紫瓶僵尸超完 回头看那月洞窗外 月色又青又白 映着那层层叠叠的山 一步高一步的上去 真是仙境 回非凡俗 此时觉得并无一点眷容 何妨出去上山 闲步一回 岂不更妙 才要动脚 又想到 这山不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山吗 这月不就是刚才踏的那月吗 为何来的时候 便那样的阴森惨淡 令人触破动心 此刻三月依然 何以令人心旷神怡呢 就想到王佑军说的 情随敬迁 感慨戏之矣 真正不错 低回了一刻 也想做两首诗 只听身后边 焦滴滴的声音说道 饭用过了吧 怠慢得很 慌忙转过头来 见那女子又换了一件淡绿印花布棉袄 轻布大脚裤子 越显得眉似春山 眼如秋水 两腮浓厚 如薄果珠 从百里隐隐透出红来 不似石下南北的打扮 用那胭脂涂得如猴子屁股一般 口侠之间 若带嬉笑 眉眼之际又颇似震惊 真令人又爱又敬 女子说道 何不请炕上座 暖和些 于是彼此坐下 那老仓头进来 问姑娘道 生姥爷行礼放在什么地方呢 姑娘说 太爷前日去时 吩咐就在这里间太爷踏上睡 行礼不用解了 跟随的人都吃过饭了吗 你叫他们早点歇吧 驴子喂了没有 仓头一一答应 说 都齐备妥协了 姑娘又说 你煮茶来吧 仓头连声应试 子平道 成熟身体 断不敢在此地下踏 来时见前面有个大炕 就同他们一道睡吧 女子说 无庸过千 此事家父吩咐的 不然我一个香香女子 也断不散自迎客 子平道 门会过分 感谢 以及 只是还不曾请教贵姓 尊大人是坐何处的官 在何处值日 女子道 必姓图氏 家父在 必辖宫上职 五日一班 合计半月在家 半月在宫 子平问道 这瓶上师是何人做的 看来只怕是个仙家吧 女子道 是家父的朋友 常来此地闲谈 就是去年在此地写的 这个人也是个不三不履的人 与家父最为相亲 子平道 这人究竟是个和尚 还是个道士 何以诗上又像道家的话 又有许多佛家的典故呢 女子道 既非道士又非和尚 其人也是俗装 她常说 儒、士、道、三教 譬如三个铺面 挂了三个招牌 其实都是卖的杂货 彩米油盐都是有的 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 佛道的铺子小些 皆是无所不包的 又说 凡道总分两成 一个叫道面子 一个叫道理子 道理子都是同的 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 如和尚剃了头 道士挽了个计 叫人一望而知 那是和尚 那是道士 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 也挽个计子 披荐贺场 道士剃了法 着剑夹杀 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 难道眼耳鼻舌 不是那个用法吗 又说 道面子有分别 道理子 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黄龙先生 不拘三教 随便引勇的 子平道 德文字论 佩服已急 只是既然三教道理子 都是一样 在下愚蠢得急 道要请教 这同处在什么地方 异处在什么地方 何以又有大小之分 儒教最大 又大在什么地方 敢求皆是 女子道 其同处在诱人为善 引人处于大功 人人好功 则天下太平 人人淫私 则天下大乱 为儒教 公道极处 你看 孔子一生 遇了多少异端 如长居 结匿 何由丈人等类 均不十分佩服孔子 而孔子反赞扬 他们不治 是其公处 是其大处 所以说 公乎异端 私害也已 若佛道两教 就有了贬心 唯恐后世人 不重奉他的教 所以说出许多 天堂地狱的话 来吓唬人 这还是劝人行善 不施为公 甚至说 重奉他的教 就一切罪孽消灭 不重奉他的教 就是魔鬼入宫 死了也必下地狱 等词 这就是撕了 至于外国一切教门 更要力争 教新兵接战 杀人如麻 试问 与他的初心合不合呢 所以就越小了 若有的教说 为教战死的 血光如玫瑰紫的宝石一样 更骗人到急促 只是儒教 可惜私传已久 汉儒居守张巨 反夷大指 道的唐朝 更没人提及 韩昌黎是个通文 不通道的角色 胡说乱道 他还要作篇文章 叫做原道 真正圆道道反面去了 他说 君不出令 则施其为君 名不出数 米 斯 麻 以奉其上 则诸 如此说去 那节奏 很会出令的 又很会诸名的 然则 节奏 之为君事 而节奏 之名全非了 岂不是 是非颠倒吗 他却又要辟佛老 道又与和尚做朋友 所以后世学儒的人 觉得孔孟的道理 太费事 不如弄两句 辟佛老的口头禅 就算是圣人之徒 岂不省事 弄得诸夫子也出不了 这个范围 只好 据韩昌黎的原道 去改孔子的论语 把那公乎异端的公字 百般扭捏 究竟总说不圆 却把孔孟的儒教 被宋儒弄得小而又小 以至于绝了 子平听说 树然起劲道 与君一戏话 圣读十年书 真是闻所未闻 只是还不懂 常居节逆 道是异端 佛老倒不是异端 何故 女子道 皆是异端 先生要知 异字当不同讲 端字当起头讲 直起两端 是说直起两头的意思 若异端当邪教讲 起步两端 要当压岔教讲 直起两端 便是抓住了他个压岔教呢 成何话说呀 圣人意思 殊途不妨同归 异曲不妨同功 只要他为诱人为善 引人为功起见 都无不可 所以叫做 大德不欲贤 小德出入可也 若只是为功节起见 初起 上子功 佛 功老 后来诸 鹿 异童 遂抄 同事之歌 并是 竹孔 孟的 何以诸之子孙 要功 鹿 鹿之子孙 要功 诸呢 此之位 施其本心 反被孔子 私害 也以四个字 定成铁案 子平文了 连连赞叹 说 今日信见姑娘 如对名师 但是 颂如错慧 圣人义子的地方 也是有的 然其发明 正教的功德 亦不可及 即如礼 玉 二字 主敬 纯成 等字 虽皆是 古圣之言 一经宋儒提出 后世 时受惠不少 人心由此而正 风俗由此而纯 那女子 嫣然一笑 秋泼流媚 向子平 剃了一眼 子平觉得 翠眉寒娇 朱唇 起绣 又似 有一阵 悠香 沁入 金谷 不经 神魂飘荡 那女子 伸出一只 白如玉 软如棉的手来 隔着炕桌子 握着子平的手 握住了之后 说道 请问先生 这个时候 比你少年 在书房里 跪夜师 握住你手 扑坐叫行 的时候 何如 子平 莫无以对 女子又道 平良心说 你此刻 爱我的心 比爱贵夜师 何如 圣人说的 所谓成 其异者 物自欺也 如物恶臭 如好好色 孔子说 好得 如好色 孟子说 实色 性也 子下说 咸咸 异色 这好色 与斩转 转转 反彻 男直 可以说 这是天理 不是人欲 吗 举此可见 圣人 绝不欺人处 官居 续上 说道 发乎情 只乎礼意 发乎情 是不其然而然的境界 极如精细 嘉宾 惠灵 我不能不喜 发乎情也 先生来时 甚为困背 又历多时 一更背矣 乃精神换发 可见是很喜欢 如此 亦发乎情也 以少女中男 森业对坐 不及乱言 只乎礼意矣 此正和圣人之道 若宋如之种种欺人 口难庆数 然 宋如固多不适 然尚有适处 若今之学宋如者 辞相怨而已 孔孟所生物 而痛绝者也 话言未了 仓头送上茶来 是两个旧瓷茶碗 淡绿色的茶 才放在桌上 清香已尽扑鼻 只见那女子 接过茶来 竖了一回口 又竖了一回 都吐向炕瓷之内去 笑道 今日无端 谈到道学先生 令我腐臭之气 沾乌雅齿 此后只许谈风月矣 子瓶连声诺诺 却端起茶碗 侠了一口 觉得清爽异常 咽下喉去 觉得一直清到胃碗里 那舌根左右 精液鼓鼓嘎翻上来 又香又甜 连喝两口 似乎那香气 又从口中 反串到鼻子上去 说不出来的好受 问道 这是什么茶叶 为何这么好吃 女子道 茶叶也无甚出奇 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 所以味是厚的 却亏了这水 是急得东山顶上的泉 泉水的味 越高越美 又是用松花做柴 撒平煎的 三合其美 所以好了 尊处吃的 都是外间卖的茶叶 无非种茶 其味必薄 又加以水火 聚不得法 味道自然擦的 子听窗外有人喊道 余姑 今日有家客 整部招呼我一声 女子闻声 连忙立起 说 龙叔 怎样这时候会来 说着 只见那人已经进来 着了一件 深蓝布 摆纳 大棉袄 磕头 不束带 一步着马挂 有五十来岁光景 面如卧丹 虚染漆黑 见了子平 攻一攻守 说 申先生 来了多时了 子平道 道有两三个钟头了 请问先生贵姓 那人道 隐姓埋名 以黄龙子为号 子平说 万姓万姓 拜读大作 已经许久 女子道 也上炕来坐吧 黄龙子遂上炕 自炕桌里面坐下 说 鱼姑 你说请我吃笋的呢 笋在何处 拿来我吃 鱼姑道 前些时 道想挖去的 偶然忘记 被藤六公占去了 龙叔要吃 自去找藤六公商量吧 黄龙子仰天大笑 子平向女子道 不敢冒犯 这鱼姑二字 想必是大名吧 女子道 小名叫仲鱼 家姐叫薄凡 故淑伯辈 皆知小喊惯的 黄龙子向子平道 生先生困不困 如其不困 今夜凉会 可以不必早睡 明天迟迟起来最好 薄树域地方 陆极险峻 很不好走 又有这场大雪 录影看不清楚 叠下去有性命之忧 刘仁甫今天晚上 捡点行李 大约明日五排时候 可以到吉尚官地庙 你明天用过早饭 动身 正好相遇了 子平听说 大喜 说道 今日得遇诸仙 山生有幸 请教上仙 淡将之臣 还是在堂 在送 黄龙子又大笑道 何以知之 答 遵作明说 回首昌桑五百年 可知断不止五六百岁了 黄龙子道 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 此必人之游戏比墨尔 公职当桃花元祭 独可以 就举起茶杯 品那新茶 余姑 见子平杯内 茶以将尽 就持小茶壶 代为增满 子平连连欠声道 不敢 一举起杯来 详细品粮 却听窗外 远远无了一声 那窗子 微觉 沙沙个洞 乌尘数数个落 想起 方才路上光景 不觉毛骨 声耸 勃然色变 黄龙道 这是虎啸 不要紧的 三家看着此种物事 如你们城市中人 看罗马一样 虽知他会踢人 却不怕他 因为相惜已久 知他伤人 也不是常有的事 三上人与虎相惜 寻常人 故避虎 虎也避人 故伤害人 也不是常有的事 不必怕他 子平道 听这声音 离此丧远 何以窗子竟会震动 乌尘竟会下落呢 黄龙道 这就叫做虎威 因四面皆三 故气长聚 一声虎啸 四三皆应 在虎左右二三十里 皆是这样 虎若到了平原 就无这威势了 所以古人说 龙若离水 虎若离三 便要受人 挟舞的 即如朝廷里 做官的人 无论为了什么难 受了什么气 只是回家来 对着老婆孩子 发发飙 在外边 绝不敢发半句硬话 也是不敢离了 那个官 头纳虎 不敢去山 龙 不敢湿水的道理 是一样的 子平连连点头 说 不错 是的 只是我还不明白 虎在山里 为何就有 这大的威势 是何道理呢 黄龙子道 你没有念过千字文吗 这就是空谷传声 虚唐习听的道理 虚唐就是一个小空谷 空谷就是一个大虚唐 你在这门外放个大炮竹 要想好半天呢 所以三成的雷 比平原的想好几倍 也是这个道理 说完 转过头来 对女子道 于姑 我多日不听你弹琴了 今日难得有家客在此 何妨取来弹一曲 连我也沾光 听一回 于姑道 龙叔 这是何苦来 我那琴如何弹得 惹人家笑话 深宫在省城里 弹好琴的 多着呢 何必听我们这个乡里亚谷 倒是我去取舍来 龙叔谷一调舍吧 还稀罕点儿 黄龙子说 也罢 也罢 就是我古色 你古琴吧 搬来搬去 也很费事 不如进到你洞房里去 谈吧 好在三家女儿 比不得衙门里小姐 房屋是不准人到的 说罢便走下炕来 穿了鞋子 持了竹 对子瓶挥手说 请里面去坐 余姑引路 余姑果然下了炕 街竹先走 子瓶第二 黄龙第三 走过中堂 揭开了门帘 进到里间 是上下两个踏 上踏设了金枕 下踏堆积着书画 朝东一个窗户 窗下一张方桌 上踏面前 有个小门 余姑对子瓶道 这就是家父的卧室 进了踏庞小门 仿佛回廊似的 却有窗轩 地下架空铺的木板 向北一转 又向东一转 朝北朝东 具有玻璃窗 北窗看着离山很近 一片峭壁 穿空而上 朝下看 像圣森似的 正要前进 子听 砰砰祸落几身 仿佛三倒下来个响 脚下阵阵摇动 子瓶下的 魂不附体 未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